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42年间的所有人做的就是只要我们现在能搜集到的包括文章包括奏章包括律令包括题词诗文等等等等那么收录这个范围呢资料来源呢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等地范围是很广的而且有文必录基本上能够完整的反映了袁世凯一生的 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以及袁世凯真实的心路立场 那么这个袁世凯全集基本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袁世凯 留着面他是全清朝野的顽清第一重臣 剃了光头他是翻云覆雨的首任民国大总统 出身官宦世家没有科举功名 袁世凯靠着梦一步步登上全力巅峰 一提起袁世凯呢可能咱们大多数观众朋友啊脑海里会想起这么几个概念 说袁世凯呢是个靠告密起家导致戊戌法失败的小人 说袁世凯呢是个开历史倒车网图复辟的这么一个独裁者 说袁世凯呢是签订二十一条无耻的卖国雷 说袁世凯呢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那么我们说袁世凯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够站到历史权力最顶尖的人 都不可能完全的一无是处 即使是大见大恶他也必有过人之处 如果他没有过人之处他不可能干些那么大的事 我们就结合袁世凯全集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说一说 摘重点吧 就说很多人翻个历史课本 一看一个重要时期轻敌退位 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都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那好 我们展开说说袁世凯是怎么样当上中华民国这个大总统 袁世凯呢出生在官宦世家 家里头人呢走科举道路呢有重进士的举人的都是 但是袁世凯考了好几次科举上没什么出息 袁世凯当时就认为大丈夫当效力疆场啊 不能再玩这个了 所以他开始投笔从容 那么他把眼前的机会抓住了 他二三岁那年这是1882年的时候 袁世凯呢被派到这个朝鲜 当时朝鲜呢是大清的蜀国 朝鲜当时发生了这个叛乱 袁世凯呢跟着他的上司到那边去评判 结果立了功能同时又打退了日本网渡渗透朝鲜的势力 所以这个举动呢经过他的上司往上报获得了当时直立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 李鸿章就派袁世凯二十多岁的年纪就成为那个代表清政府驻扎朝鲜 全面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 这是袁世凯飞黄腾达的开始 但是袁世凯你别看得了李鸿章对他的提拔 但袁世凯是非常会审视夺视的 这点情分还不足以打中他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中日甲午中日战争 这个当时李鸿章战败之后坐着吃醉羊 袁世凯迅速速的就把李鸿章跑进 跟这个李鸿章在朝廷里的对立面 这些权臣打成一片 然后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了这些权臣的赏识 而且这些权臣以前都权力不如李鸿章 李鸿章掌握着军政大权 那么这些人压倒李鸿章上来之后 他也要重用一些能人 所以这些人认为袁世凯就是个能人 那个时候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全国上下都认为得练新军 所以当时袁世凯就获得了操练新军的 这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哪呢 在天津小站在操练新军 北洋新建陆军立队反命 请奉旨钦差 兵部尚书 新建陆军最高统帅 庸中堂监狱 那么这时候有人跟李鸿章说 说袁世凯就操练新军去了 李鸿章当时心情很复杂的说 我是拜金之将不敢言有 我希望袁大少爷能操练好新军和日本人再打一仗 你看这心里头对袁世凯是很不满的 那么袁世凯操练新军成为他起家的最根本 袁世凯操练新军有几个标准 就是我不要富家子弟 什么仇大烟的有恶习的这样更不能要 我专门要贫苦农民家的孩子 能吃苦 而且这些孩子来我还得测试 身高达到一定高度 举着十锁能走多少步的 力量还得好的 所以也就是参军这关他把的非常严 同时呢在部队里头呢 废除磕头这一套都改成新军令 由原来的锣鼓什么的改成直接喊口令 有的这个军人呢 他文化素质低 不懂这个 那就用军歌教他 当时这个军歌听我意思 是从原来的张志动那儿学来的 这个军歌的曲子呢是 我说这有人说 这不是三大剧的八项主义吗 这个曲子来自德国 原来叫威廉皇帝进行曲 张志动把它改成练军歌 袁世凯又把它承接过来 那么袁世凯练兵有一点 就说我这支军队必须得听我的 后来到了什么程度 清廷调动不了这个北洋军 只有袁世凯能调动北洋军 就是这时候打谁等 大丈夫当孝命将长 安内让外 岂能过错 就困笔艳间 自物光阴也 袁世凯怎么练兵呢 这个给当兵的洗脑 说你们吃的谁的饭呢 袁公宝的饭 为啥呢 袁世凯被清廷封为太子少保 所以尊称袁公宝 你们吃谁的饭 袁公宝的饭 穿着谁的衣 袁公宝的衣 听谁的话 袁公宝的话 所以有些清廷大臣来视察 说这哪里是新军呢 这就成了袁家军 当然你光靠洗脑 是不能够获得士兵的这个巨星 袁世凯还抓住了 当时大清军队一个命门 就是苛扣军饷 贪污成风 袁世凯拿到军饷是这样 他自己到发军饷的日子 自己坐镇中军战 或者是自己绝对的亲信 要求必须把军饷 手对手的发到士兵手里 不能由军官代发 就防止给军官苛扣 刘江峰 到 江文彪 到 结果这一招是 士兵手走到的实惠 对袁世凯 这一新月成功 在将袁世凯当时带兵 确实有一定手段 炼制这支新军呢 看起来纪律言明 作战有令 那么袁世凯 不光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笼络军心 他也把自己的四梁八柱建起来 你比方当时他的智囊团呢 首席参谋长 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呢 是袁世凯在河南时候的通传好友 他跟徐世昌两人拜了把兄弟 徐世昌成为他最重要的质量 然后他下边呢 就培养了号称 北洋三杰的三位干将 王时珍 段祺瑞 冯国章 他笼络这些人 还有一套 跟徐世昌是把兄弟 不用说了 他把自己干女儿呢 嫁给段祺瑞 段祺瑞成了干女婿了 还有冯国章老婆死了呢 他给冯国章介绍了一个老婆 而且每次吃饭呢 都知道冯国章愿意吃猪斗子 他吃提棒的时候 一看这桌上有这个 来来来 把这拿下来 给冯国章送去 你看 连你吃什么 愿意吃啥都想到 所以这些人死心塌地 为他卖命 但说实在 这帮人可绝不是无能之辈 后来从袁世凯训练的新军里出来的 总共有四个人 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共有九个人 十七次的登上了 民国政府总理的宝座 也就是说 袁世凯 他带出了一波人才 所以到这种程度下 袁世凯在晚清的时候 就成了唯一一支 拥有十万人马的 这么一支军队 成为大清最骨干的军事力量 而且那时候 袁世凯其实已经把 朝廷内阁八大臣的职务 都揽到自个儿身上了 你比方说 这个都军政 都政务 都优政 包括直立总督 这些都揽到他身上了 所以袁世凯 当时成了大清第一权臣 就自理红章之后 袁世凯是第一人 到晚清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权力 除了皇上以外 比他大 当时卸政王宰封 就觉得这个袁世凯啊 能力太大了 权力太大了 找个理由呢 把袁世凯呢 给辞了 你回老家 他老家哪呢 当时叫张德 就现在河南安养 回老家养病去吧 你们说有病吗 你回去吧 结果呢 把袁世凯撵走了 北洋军不服调遣 我们后来知道 1911年10月10号 革命军在武昌发动 西海革命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 清政府派英昌 前去镇压革命 这位风流气场的公子哥 十分潇洒地上了火车 管败陆军大臣的英昌 到了战场 就没有那么潇洒了 由于调部无方 贴到几色 他所统帅的大批清军 根本未对革命军 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 却反而一败再败 被夺取了大批枪炮自重 与此同时 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迅速燃遍全国 10月22日 湖南独立 紧接着 陕西也宣布独立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 此时已经开始加速 清王朝倒塌的进程 结果是一时之间 全国各个地方都响应 因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早就不得人心了 带个省要独立 这个省起义 那是省推翻当地的清政府机构的 所以全国上下 四下冒火 拔出茂盐 那么这个时候 摄政王宰封呢 想让北洋军呢 去剿灭革命军 北洋军支持不动 冯军良 怎么回事 军队还没有开拔 事不用命 请大将军罢免非之 请大将军罢免非之 这些陆军大臣一个个下去 军机处大臣 调动不了北洋军 所有人都说 只有袁世凯 曾并在家 他才能调动 这时候宰封一看 行吧 请袁世凯出山吧 你赶紧到武昌 剿灭革命军 袁世凯还不出来了 回了一碰心 说对不起 我来不了 原先那时候 我就脚有病 我现在 哎呀 洗脑血管疾病啊 浑身上下疼啊 糖尿病 我全有了 这样一看呢 宰封一看 不给点实惠 他不肯出来 好 你任命 你为胡广总督 去督战 这个 跟葛民军打仗 袁世凯还不出了 你终于想出骗了 你就是沉不住气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 夏野已两年有余 早就等着这一天的袁世凯 却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而他的理由 居然也就是当年 被下台的理由 足迹 在回复朝廷的公刊中 他写道 一言一诉加调恰 一面筹备布置 以此稍可支持 其当立即就到 借答高厚红辞于万一 这时候 谁都知道 袁世凯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要的 远远不是一个胡广总督 没办法呢 这时候呢 宰封呢 就派这个 他的好友徐世昌 说你去劝袁世凯出山 徐世昌见袁世凯 不仅没劝他出山 说你坚决不能处理 你得提条件 他给袁世凯出主意 除非答应这六项条件 我才能出山 来六项这里就包括 马上举行议会 马上实行内阁总理制 要这个赦免各地起义的革命党人 要开放党进 你要给我充足的良想 这次 如果朝廷不把银子操勾 我绝不再债 这些革命军 太难啃了 而且弹药匮乏 良想不济 袁世凯 臣在 要多少钱 你说吧 若有一千二百万两 臣几个月之内 就可以将全国的乱党荡平 这些条可以看出 袁世凯这时候野心暴露的 就是他绝不仅仅想给清廷效力 他借这个机会 要提升自己的人望 就是他也买革命党的好 让天底下反对清政府的人 也认为袁世凯 是要搞这个君主立宪 奔政新思维新思想去的 可以堪当大任的 晴天伯玉柱 驾海子金梁 当然这个呢 摄政王宰峰不允许 不答应 因为一答应这个 清廷跟进就动摇了 可没想到接下来 全国各地是形势逼人 根本不听理清政府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在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宰峰没办法 就把袁世凯呢 任命为亲战大臣 全面独办局务 就所有权力都是你的 10月27日 清廷发电誉 召回殷昌 任命袁世凯为亲战大臣 受他全权指挥军队 并特别说明 陆军部 军资府 不能对他进行干